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波蘭的世界,我是Brian 今天的這個企劃呢比較輕鬆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是比較生活化的一個題材 那近期呢在我們辦公室附近新開了那個 DONKEY的這個日本百貨 也就是那隻企鵝 沒錯就是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剛開幕的時候也排隊排了很多人 跟同事就想了一個企劃 就是給他們兩千塊的預算 去買一些在DONKEY裡面比較特別的小物 然後讓我來盲猜一下價格 以及他的用途到底是什麼 那我覺得應該會蠻特別的吧 比較少拍這種輕鬆的主題 好那聽說我好像需要面罩來把眼睛遮起來 所以來面罩 因為沒有面罩所以我們用的是口罩 無量全庫 啊這是喝的還是吃的 喝的 喝的 啊南瓜湯喔 錯等一下 烏龜都超過我了 烏龜都超過我了 烏龜的兔兔子喔 兔肉湯喔 喔蘿蔔湯 這是粉泡的還是 還是新鮮的 還蠻好喝的 味道蠻濃的 然後也蠻鹹的 口味蠻重的 那是一包一包裝 這是包裝就對了 包裝看起來還蠻有質感的 青森現產 日本的 100塊 159 159 159感覺 怎麼跟餐廳的濃湯不會差太多 好像餐廳濃湯應該再便宜一點點 還算值得吧 因為 也算好喝 真的是有很濃的紅蘿蔔味道 剛剛就覺得是一個很熟悉的味道 然後有點像南瓜 口感蠻像南瓜湯的 OK 第二道 聞起來就很香 剛剛你們在弄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聞到 應該是咖哩飯吧 一塊一塊 咖哩 牛肉 不是 羊肉 牛舌 咖哩牛舌 不是咖哩 好我再吃一下 有洋蔥有 馬鈴薯的味道 洋蔥味道蠻重 這不是咖哩喔 這看起來很像咖哩 看一下包裝 上面寫 紅酒燉牛舌 喔原來是紅酒 是 冷凍的加熱包 吃起來是真的蠻有牛舌的味道 因為我剛會拆羊肉 是因為它有一股 辛山味吧 但不是真的很辛那種 還蠻好吃的 這感覺 是真的可以當正常配飯 因為是牛舌 所以應該蠻貴了吧 應該要 然後 450 450 沒那麼貴 219 那我覺得這個CP值超級超級高 這個不錯 而且剛剛我吃了兩塊嘛 所以 12345 它是有五大塊的這個肉塊在裡面 然後加上醬汁 我們正常吃午餐什麼 這樣應該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CP值蠻高的 不錯 這個不錯 200多塊 我覺得OK OK 這是海鮮 有個海鮮味 炒飯 啊 地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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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我完全沒頭緒 我覺得拿下眼罩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 蝦仁炒飯 泡飯 配在一起 剛會聞到這個海鮮味道 因為其實因為這個蝦子 就是有一個海鮮的鮮味在裡面 然後 這個飯 它就算直接吃白飯都還蠻有味道的 其實算蠻好吃的 今天的東西 都還不雷 我覺得還蠻驚訝 要猜價格對不對 飯喔 150塊 109塊 我也覺得也算合理 這裡面是同一包嘛對不對 所以 份量還蠻大的 至少還有一半以上吧 然後 這裡也大概有半碗 所以 份量蠻大的 不錯 109可以 那是什麼 怎麼會有水 這是怎麼喝 它是杯子還是吸管 吸管 嗯 嗯 蠻噁心的 比較偏 巧克力牛奶之類的 發酵 有什麼提示嗎 小米酒 米漿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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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乾 紅 貴 五九九 牛奶之類的 不是好吃嗎 就是 你看 米漿 因為它是沒有九九 喔 蠻蠻蠻 很像嗎 不是 它的味道很奇怪 很像 欸 也不是 有一點像 噢 突兀吧 吧 那種感覺 嗯 嗯 30塊 29塊 欸 猜對了 這個 我覺得見仁見智啦 如果好奇人可以買來 啊 我自己是不太喜歡 很甜的味道 嗯 西瓜糖 它有一個重點 有 可以再停下肚子 別再吃了 別再吃了 很難欸 別再吃了 會吐喔 喔 它這是減肥用的糖果 是不是 它會在肚子裡面放大30倍 它會在肚子裡面放大30倍 這麼酷 所以說它是糖果 但是可以減肥 我這個東西很酷耶 而且這個東西是好吃的 它 是奇異果味 但是 就是 沒有那麼奇異果 它又是有奇異果的優點在裡面 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好吃 如果吃糖果又很變瘦的話 其實蠻棒的 它每份是14.5大卡 然後一個包裝有11份 也就是11顆 猜價格的話 50塊 85 這東西挺有趣的 85 一個大概7塊多 蠻特別的 不錯 蠻好吃的 很像鬆餅 然後中間有卡士達醬 松果 松鼠愛什麼 蜂蜜嗎 蜂蜜 真的是松餅 有點像松餅的三明治的感覺 這個蠻好吃的 松餅很Q 然後 內餡 有一點甜又不會太甜 這個還蠻好吃的 這個不錯 這個我喜歡 價格的話 50塊 79 小貴 但是 其實我對甜點的價格 這個不太熟 下一樣 這是 也是吃的 感覺是零食 很熟悉 這是榴槤嗎 日本特產的薯條 好難 我發現閉著眼睛真的很難猜食物 明明都吃過這個味道 但是想不出來 好我放進去 天啊 竟然是哈密瓜的薯條 喔 天啊竟然是哈密瓜的薯條 我在想說這個味道 這味道就在哪裡吃過 這樣 我真的就 想不起來 原來是哈密瓜的薯條 這樣的口感我原本還想要猜是 那個芋頭 那價格 70塊 這不貴 那這個真的蠻貴的 可能哈密瓜比較高級一點 我看一下 哈密瓜果汁粉 有一點哈密瓜果汁 這樣賣的有點貴 因為這個份量感覺沒有很大 乳酸飲料 有什麼提示嗎 古早味的衝擊 洋樂多 喔 豆乳飲料 大豆 喔 真的耶 這裡這個包裝上有 彈珠汽水的這個 圖案在上面 喔好酷喔 彈珠汽水的口味也蠻明顯的 只是因為很久沒喝彈珠汽水 所以真的想不到 價格的話 25塊 39 一般那個奶茶 台灣那個奶茶 是賣多少錢 你知道嗎 賣多少錢 喔對啊 那個39蠻貴的 用到筷子 聞一下 聞不出來是什麼的味道 什麼東西 哇吃到的大哥 很像 小時候吃那種 醃水蜜桃 罐頭水蜜桃的味道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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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蘋果 這個蘋果 紫色的 很像毒蘋果的感覺 看一下包裝 青森餡 青森餡產蘋果 然後黑醋利口味的蘋果 蠻特別的 吃起來 它不會到太甜 就是如果你們有吃過我剛剛所提到的那個水蜜桃的罐頭 它會甜到會鎖喉嚨嘛 這個不太會 我覺得 它的味道還算蠻清爽的 所以小朋友應該會蠻愛的 或是喜歡吃這種 很甜啊 然後糖漬的水果的應該會蠻愛的 我個人是覺得還OK OK吃的環節終於結束了 我剛剛吃到 有一點飽了 因為其實我個人是有吃午餐啦 才來拍這個影片 那接下來呢 聽說要進入 用品的環節 我還蠻期待的 今天吃到的那幾樣東西 都還蠻神奇的 像那個哈密瓜薯條 還真的是沒想到 那大部分東西其實都蠻好吃 尤其是調理包蘿蔔濃湯然後那個牛舌都蠻好吃 好這是第一樣用品 來大家一起拆一下 這個 讓我想到是小時候那個橡皮擦 但摸起來好像不是 它兩邊都可以 前面有 鋼筆喔 前面是鋼筆嗎 提示是AirPod AirPod的清潔劑 清潔用品 因為AirPod都會髒髒的對不對 來看一下 啊 我知道了 其實大家如果有在用AirPod的話應該都知道 那個打開之後有沒有 都會有很多那個 垢啊 比如說 你的耳朵的垢 或是你放在 衣服裡面 口袋裡面 會有那個棉絮會跑進去 都會黑黑的 所以就可以清潔 我是本人很厲害 連這個都可以 專門開發一個工具 但這個 蠻用得上的 對這個我應該馬上就能用得上 然後其實不管AirPod 其他耳機也都可以使用 所以有多準備一副可以 抽獎 我剛剛就在想 我這個要自己留下來用 因為我的AirPod也蠻髒的 這不錯 那價格的話 我猜 250 119買一送一等於一個五十幾塊 這個不錯耶 因為我想說你看它有雙頭 所以我以為呢 它是 就是會很貴 蠻有質感的 不錯這個可以 現在拿到了兩個豌豆夾 現在拿到了兩個豌豆夾 這裡有一個 套孔 可以勾住 裡面硬硬的 外面粗粗的 鑰匙圈嗎 會發亮的鑰匙圈 提示是水 提示是水瓶喔 可以加進去水瓶有 變有味道 OK 水瓶 好那請問這個要怎麼使用 喔 它是清洗水瓶的工具 OK那我們現在就來 實際上測試一下 就是 這個包裝上有 這樣寫嗎 那就把 打開 然後 就把 豌豆丟進去 丟一顆就好 意思意思就好 這樣就可以洗乾淨 是不是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器具可以檢查一下 這樣到底能不能真的乾淨 保養品算用清潔豆豆 好這個我個人覺得實用性不高 因為正常你用那個 長長的那根筋去刷洗的話 應該會讓人比較放心 價格的話我猜 40塊 99塊 那這個算是一個地雷產品 我覺得不太值得 因為 這樣實際上也看不太出來它有沒有洗乾淨 又拿到這個 這是一個 燈吧 看起來像是燈 還是警報器 後面還有這個發音的這個 發聲的孔在這邊 也像警報器 防狼警報器 無限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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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爽 奇怪 這有豆豆 喔它可以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就像氣泡紙一樣 減壓的玩具就對了 這個無限氣泡紙 喔它有聲音耶 這要裝電子喔 很酷 然後給大家示意一下這個是氣泡紙 然後 壓會有那個 啵啵啵的聲音 啊這個呢 是 假的氣泡紙 壓起來有這個 它可以無限一直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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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它在壓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會發亮 會有一個聲音 這個可能是讓壓力很大的人就可以這樣 或是你在搭公車啊 搭捷運啊 搭高鐵可以按這樣 感覺實際的氣泡紙還是爽一點 因為實際的氣泡紙那個 空氣的量不一樣 所以壓的感覺手感不同 那這個 每一個 量都一樣 發出聲音 所以 我覺得這個手感比較單一啦 比較沒有那麼豐富 但其實蠻好玩的 不錯 不錯 價格 猜價格 會發出聲音 這個應該不便宜吧 200塊 349 349 不知道可以買幾張這個 可能買多一點這個會比較划算一點 還好 但蠻好玩的 我從來沒看過這個東西 最後一組 最後一組 乍看之下很像醫療用品 來我們來把它打開來看看 首先呢 有一隻小刷子 再來 再來 有一根 小的頭 第二根 小的頭 它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是用來替換的 還有這個 這個頭應該是可以裝上去 然後 會震動 掏耳朵的 沒錯 這掏耳朵 這震動那麼厲害 放在耳朵 應該會很癢吧 但蠻特別的 它因為它有一根刷子 然後 有一個這個 因為它有那個形狀可以去挖耳屎 然後可以把它打開來清 然後它應該 還可以再打開來把那個耳屎拿掉 還蠻特別的 我現在掏耳屎都要這麼高級 來看一下包裝 我這包裝很有震撼力 你看 這個 非常侵入耳朵的感覺 這個要試過才知道 舒不舒服 那我考慮到可能會抽獎呢 我就先不適用了 好不好但是 如果抽出去 覺得很舒服的朋友 記得IG tag一下 告訴大家一下 看起來是蠻刺激的 震動加吸引 所以它不只震動以外 它還會吸 我看一下有沒有那個吸力的感覺 來幫大家測試一下 有它那個手指有一個這個吸感在這邊 蠻酷的 那價格的話我猜 350 199 等一下 剛那個 氣泡子減壓要300多 這個只要199 我覺得這個比較實用 這還給你一個盒子 看起來很精美 很像電動牙刷之類的 這個我覺得不錯 就CP值蠻高的 如果它真的 很好用 可以把耳朵清得很乾淨的話 我覺得 這其實是一個好東西 那以上是開箱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頻道常在開箱鞋子啊 衣服啊 手錶等等的 那這一次呢 是開箱一些生活小物 甚至還有一些食物 然後用比較不一樣的形式 然後 比較 大哥 剛吃太多 用比較綜藝的方式去完成這支影片 在留言區告訴我一下 你們覺得這樣的類型的影片如何 然後這些部分的東西 可以抽獎的 我都會盡量抽出去 抽獎辦法呢 會放在螢幕上 以及說明欄 那 獲得獎品的這個朋友 記得去IG PO個限動 然後tag我一下 我會幫你轉發 然後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分享一下 這些東西到底好不好用 那麼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